大家好 今天華南雲雨區影響 降雨的情況又變多了 而且氣溫今天晚上 還會再度的下降 詳細的情況 我們從雲圖來做一個說明 其實過去幾天 在華南地區一直有一些雲系 東移通過台灣的上空 所以今天在中午之前 幾乎各地都有降雨發生 其中在基隆北海岸 還有豪雨出現 我們預計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 這些雲層陸續通過的時候 還是會為各地帶來一些 短暫性的降雨 但是整體來說 下雨的情況不會像今天這麼多 而且明天晚上甚至會有一些 比較降雨停頓的空檔 所以明天晚上 如果有一些元宵節的活動要參加 倒是不用太悲觀 要注意的是保暖的工作 我們由預測圖上面可以看到 由於北方冷高壓 所帶下的冷空氣持續影響 在強烈大陸冷氣團的影響之下 明天夜晚跟清晨 中部以北 還是有機會出現9度到11度的低溫 南部跟花東的低溫也大概只有13到15度 最主要白天的氣溫也不高 北部白天的高溫大概是13到15度 其他地區是17到21度 請大家還是要多添加衣物 最後再提醒大家 這一波強烈大陸冷氣團會再影響我們兩天 等到星期天的時候 各地的氣溫就會逐漸的回升 天氣也會明顯的好轉 以上資料中央氣象局提供 至於在明天各地的氣溫方面 我們看到北部地區的最低溫 在新竹只有9度 最高溫是13度 普遍都還是下雨的天氣 在中部地區會下雨的地方 包括了台中和雲林 而彰化南投和嘉義都是多雲時陰 11度到17度 南部地區的台南也是多雲的天氣 但是高雄和平東會下雨13到21度 東部地區的宜蘭 花蓮和台東 是陰有雨12度到19度 繼續來到外島 我們看到在澎湖 金門和馬祖 都是多雲有雨 馬祖的最低溫只有6度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黃明明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